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希望这些学生在从小的时候对科技有梦想 对科技有这种不断探索的好奇心 从而在他长大之后能够去从事科技相关的工作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工作的一个目的 其实现在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讲 来吸引他注意力的点有很多很多 如果我们要想在科技方面吸引住他 那我们必须要跟手机 动画片 电影等等 去抢孩子的注意力 去抢孩子的时间 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 那到底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组织这种航天专家到校园讲座 我们在假期里边组织这种航天主题的夏令营 我们走进校园去做这种科技节 我们跟很多学生去沟通 我们发现其实如果你要想真的让学生感兴趣 那你就必须要做出来 对学生来讲比电影 比那些电影 文学 那些电视剧更酷的东西才可以 那对学生来讲什么东西更酷呢 其实我们跟很多学生有过调研 我们发现其实学生认为酷的东西 往往在一些文学作品里边 不管是这些科幻小说还是科幻电影 比如说《星际迷航》里边的这种虫洞 黑洞 这种时空弯曲 这些都是学生们去讨论的一些热点话题 再比如说《地心引力》里边的这种太空行走 空间站的修复 再比如说《星际迷航》里边的 从R2D2到最新的BB8这个机器人 往往都很能吸引孩子的目光 包括像《星际迷航》里边的千年损号 以及《星际迷航》里边的进取号 这都是尤其是很吸引男孩子的目光的 咱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三体》这本书 OK 我看差不多要一半还要读 现在就我们的了解 《三体》这本书已经成为了中学生的 科幻科外读物里边 应该说是读的人最多的一本书了 所以我们就想 其实通过我们的调研 我们就了解到 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有这样的一条路径 可以去吸引学生目光 那就是我们带领学生去一步一步地实现 他认为只有在那些科幻的文学作品里边 才有的那些场景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东西让学生感觉比游戏 比娱乐节目 比动画片 更有吸引力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想到今年有一句这个流行词 叫你咋不上天呢 我们想能不能带领孩子去上天一会 我们想能不能带领学生去做出来一款 可以真正发射到太空里面的卫星呢 这个事情我们有了这个想法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调研 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并不是天方夜谭 比如说在2013年 美国的汤姆斯·杰斯逊中学的49名中学生 就在专家的带领下 完成了一颗卫星的制作 并且2013年在NASA的帮助下 把它发射到了太空里面 在咱们中国呢 希望1号希望2号 是由一批已经退休的航天行业里边的老专家 来做用业余时间来去完成的 尤其是希望2号 希望2号卫星呢 它一共有6颗星 在去年9月份成功发射 到目前为止 它已经稳定载轨运行一年多 每天它还会经过我们的上空 会把信号能够去传下来 有了这些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OK 可以做 就是素呼来讲 我们也不用一个特别高的成本 和一个特别 就是特别特别难以 让学生难以达到的一个技术 去完成这个事情 那么觉得这个事情还OK 还可以做 于是呢 在今年初 正好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呢 跟北京市的八一学校去沟通 校长对这个事情也非常非常支持 于是呢 我们就决定把这个计划呢 第一期我们放到北京的八一学校 来进行实施 当时呢 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这些学生 都是中学生 有初中生 有高中生 如何让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6岁的学生 在对卫星知识基本为零的情况下 去做出来一颗卫星呢 这里边我们做了大量前期的准备工作 在今年的4月24号 也就是咱们中国首个航天日的时候 我们在八一学校 启动了中国首科中学生科普卫星的 研制应用及课程开发 这个工程 在这个启动仪式上 我们也非常荣幸地 得到了中国的探阅总设计师 孙家栋院士给我们的一个寄语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孙院士专门提到 说这个 用航天梦来传递科学梦 用科学梦来承载青春梦 用青春梦来托起 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这是给八一的学生们的寄语 同时他也来提到 科学无边界 探索无止境 孙院士的寄语呢 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和支持 于是呢 我们就在八一学校 我们通过这个学生报名 我们面试的方式 我们一共选择了30名学生 这30名学生都是对航天 很有热情 很有想法 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知识 初中生 高中生都有 最小的孩子是初一的 最大的是高二 平均年龄只有16岁 那我们呢 把他们做了这个分组 然后每个组里 每个成员都有相应的 这种这个角色和任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想 怎么样让这个学生 能够对卫星 首先有一个 比较直观和系统的认识呢 我们就带学生到了一些航天的院所里边去参观 让学生能够近距离地去观察和体会 卫星的一些这种实际情况 这个是我们带领学生到了咱们 中国卫星制造的大本营航天五院 去做参观的一个情况 我们还带学生到中科院的国家空间科学 这个国家空间科学科学中心 去了解 就是一颗卫星是怎么样去设计的 以及卫星的载核都有哪些 这个载核和卫星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等等 包括我们到钱学孙青少年航天科学院 去看这个卫星怎么样搭载火箭上来去发射 我们还带领学生到航天的710所 去了解整个卫星的测试的整个流程 那么同时在我们给学生 不断地有一些参观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穿插了大量的这种 针对航天知识的讲座 我们从航天系统里边请了一些专家 然后让学生除了有了这种直观感 感性的了解之外呢 还有了一些这种这个真正的 在卫星制造知识上的这种 这个这种认识和理解 大家看这边 左边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请到了希望一号的总设计师 龚老师给学生的讲解 右边这个是我再给学生讲 就是卫星跟火箭 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搭配 就是怎么样去发射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我们请到的 这个卫星的这个载核的专家 还有卫星防隔热设计的专家 包括卫星的电源设计专家 卫星的轨道设计的专家 这个卫星的这种 卫星的这种那个外形设议的专家等等 还还包括这个 其实在每次这种专家给学生讲座完之后 我们都给学生做引导和讨论 通过了一个多月的这个参观和 通过了一个多月的这种这个参观和这种专家的讲座 学生们基本上从对卫星一无所知 变成了一个对卫星有一定了解的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有一定听这种 这种了解的一个小专家 但是呢我们觉得造这个 在造这个真心之前还很不够 于是呢我们就想这个能不能 在他造真心之前先带领学生去做一款这个模型卫星 这个模型卫星怎么做呢 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教学生去制图 教学生呢就是从画图从设计 并且呢自己对这个材料来进行切割 我们这颗这个模拟卫星 它的外形的材质采用的是亚克力 这样的话呢就是学生画完读之后 要自己对这个亚克力用激光切割机来进行切割 而且呢这个卫星的它的这个 里边的主控芯片 我们采用的是Udino这款开源的这款这个系统 这样的话呢就要求学生 自己去对Udino这个系统要有了解 同时他要自己去焊接电路板 去安装传感器 同时我们还带学生去编写这种这个 心物控制的软件 由于这个学生呢 他们对自己卫星都有不同的载荷的设计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看学生做的这个卫星的 外形都不太一样 而且呢学生对载荷的设计呢 也是脑洞大开 有的学生想我这颗卫星 要到太空里边去探测 斯丹吉子是否存在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地球上 探测不出来这个 这个斯丹吉子 它只是在物理上 理论上来去这个 去有这个存在 有的学生说 我能不能把威尔士云史这个实验 放到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 来去实施 有的同学想 我这颗卫星在太空里 要实现一个全景的VR的一个功能 等等等等 就是学生他会对卫星 有不同的这种载荷的创意 来看这个图片呢 就是学生第一批做出来的 五颗这种这个教学的模拟卫星 在今年的暑假临结束的时候呢 我们也对学生的情况 做了一个答辩 当时呢学生做的这个模拟卫星 也得到了航天系统里边的 专家的一致的认可和鼓励 我们认为这个学生呢 通过了我们这个前期 小八年的一个工作 他基本上对卫星的知识 有了一些了解 基本上能够具备 我们可以去造一颗真卫星的基础了 于是呢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启动我们这颗真星的制作 这颗真星呢 我们采用的是 CubeSat 2U的一个结构 就是大家在一开始 就是我们下午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视频里边看到的 有这种CubeSat的这种结构 CubeSat的卫星结构呢 它相对的价格比较低 它的这种现在也相对 它的功能也相对比较完善了 我们这次呢想做的 让学生做的主要功能 能够实现对对的观测 所以说呢 要求在上面要有相机 我们要实现这个音轨的一个播放 因为这个81的这个学生的一个创意是说 他们想让他们的校歌 能够在太空里边去播放 再比如说 有的学生还想 能不能让我自己编写的代码 在太空里边来去执行 所以说呢 我们也比较这个创造性的 把一块Aduino的电路板 搭载到了这颗可以发射的真星上面去 这样的话呢 让这个学生呢 能够基于这块Aduino 去编写程序 从而去真的到这个天上来去执行 有这种天地互动的 这种这个创意的程序 在这颗卫星的制造过程当中 我们特别感谢南京理工大学和科创航天 对我们的支持 这个就是我们这颗Cripset 2U的Cripset卫星组装的这个情况 大家看到那个 右边这个图中间那个洞 就是用来安装相机的 我们来实现这个对对观测的 这种这个功能的 其实卫星的这个组装来讲 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复杂 因为它也有一些标准化了 组装之后呢 更多的是我们要对卫星来进行各方面的测试 包括它的这种这个电磁测试 它的这个盛磁测试 它的这种那个电磁兼容测试等等等等 现在呢我们第一颗实验型正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这个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带学生怎么样去真正的接收天上卫星的信号呢 这个是我们带领学生去DIY这种八目天线 就很像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边黑白电视这种天线一样 但是我们让学生完全去DIY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去搜 就是现在我们过境卫星的一些信号 这样的话呢 让学生去了解UV通讯这些知识 去了解这个卫星地面站的一些知识 经过了这个十来个月的这种那个紧张的筹备和工作 我们的第一颗星 第一颗实验星终于确定了 在今年的12月中旬 我们会来发射第一颗这个实验星 这个实验星呢 我们定的目标是 这个是学生做的第一颗星 我们只是想搭载火箭把它打上去之后 看它能不能实现天地互动的这个程序 是不是可以把拍摄的照片能去传回来 学生写的程序 在天上是不是能去执行 这个呢 只是一颗实验星 我们带领学生做的那颗正式星 将在明年三月份正式地来去发射 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卫星的研制过程当中 也得到了很多这种领导的支持 尤其是在今年的教师节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正好回到他的母校 来去做这种那个教师的慰问 也专门到八一学校去看望了我们这款那个卫星研制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之后习近平来到学校天工院通用技术中心 走进科普实验室 听取学校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天人才开发交流中心 共同开发科普小卫星课程情况介绍 查看模型卫星和工程样星实物 同老师和学生交流 得知他们研制的中国首科中学生科普小卫星 计划于明年发射进行实测实验 习近平肯定通过科普活动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做法 勉励同学们把科学爱好和科学实践 从中学到大学连贯起来 不断取得更多成果 习近平指出 素质教育是教育的核心 教育要注重以人为本 因才实教 注重学用相长 知行合一 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促进学生得志体美全面 OK 这个呢也非常荣幸 这个我们呢也因为这个事件 当这个登上了当天新闻联播的这个 这个这个头版的一个头条 应该说呢我们对这个卫星的制作取得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就在想 我们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学校 更多的学生能去参与进来呢 它能不能不仅限于北京的某一个学校的这么几十个学生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更多的学生通过这种活动 能够这个激发起来他们对于宇宙探索的一个兴趣呢 这个里边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标准化的工作 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卫星 我们做了一套Steam的课程 Steam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我们把这些知识都融到我们这颗卫星的制作过程当中来 同时呢我们自主研发了一些 做卫星的一些小套件 这个呢就是通过学生大概一个小时的这种拼装和焊接 能够实现一款有声光电功能的 一款这个小的希望一号的一个小的一个模拟卫星 这就是一个模拟卫星拼装起来的一个样子 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一款这个更复杂一点 能模拟卫星大部分功能的这个套件 它呢是基于Arduino这个开源的这个开源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主控板 然后呢我们让它呢可以支持DIY 同时呢它还可以去支持扩展 比如说我的学生 有的学生说我要给它去 给这个卫星去加一个碳能翅膀 有的同学说我可以给这个卫星去加一些载荷 这个的话呢我们允许学生扩展 同时呢由于它采用的是Arduino 我们允许学生通过这个硬件传感器和软件编程的方式来对这款卫星来做一个二次开发 我们呢今天带来了一款我们那个模拟卫星的一个小的一个模型 谢谢李总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大概就是像这样 它是一个那个亚克力材质的 就是完全让学生像这个图里一样 它从零开始来进行这个组装的 同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这个 有一定的功能比如说它能显示卫星上面的时间 它呢那个能够读到模拟读到我们卫星现在的一个姿态 就是它的这个偏航角 浮扬角这些这个信息 它能够读到一些新物数据 比如说我这个卫星上现在的温度 比如说我太阳能的一个状态 大家看这个由于我们这比较亮 太阳能显示的是一个快速充电的一个这个状态等等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以这个比较低廉的成本 让学生呢对这款这个小的模拟卫星 能够完全实现一个DIY的一个工作 OK这个这个呢也是学生做的一款 这个教学模拟卫星的一个外形 有了这些这个硬件呢 那我们还做了一些软件的开发和模拟 比如说这颗这个这颗卫星 这个学生已经做完了 那它怎么样实现这种地面站 跟它的这种天地互动的这种程序呢 我们又开发了两款 这个跟这款模拟卫星可以通信的 这个地面站系统 我们做了一个PC版 同时还做了一个iPad版 这样的话呢我们用学生用iPad 就可以跟这颗模拟卫星来相连 它能读到新物上的一些数据 能对这些卫星来实现一些控制 比如说可以控制它来拍照照片 等等等等这些功能 有了这些软件和应验的开发呢 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 跟这个卫星相关的这个课程 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些课程去标准化 和这个固定化 最后呢我还是想说一下咱们中国航天 今年呢是咱们中国航天成立60周年 今年呢那个从70年我们发射第一颗东方红开始 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80多颗卫星在天上在飞 包括我们的探月工程也取得了很大的这种成绩 尤其是这个前两天我们的神舟11号飞船 再有两名这个宇航员已经成功实现了和我们天宫2号的一个对接 这个正式标志着我们中国进入了航天的强国的一个这个序列 其实说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国航天 航天其实它是一个极各方面高科技与大成的一个这个一个行业 这个里边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航天这个事业里边来 尤其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孩子在中小学的时候 就对于探索宇宙星辰的一个梦想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未来为中国航天乃至全球的航天 能够培养出来更多的人才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后续的工作我们还会继续的去持续下去 好 谢谢各位